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部《冰雪覆盖全城》 直升飞机瞬间被冻住的故事 人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全球变暖,极地冰雪融化 杰克在极地做着科研考察 突如其来的冰架破裂 险些让他命丧黄泉 冰川上留下一条鲜明而深邃的沟河 作为气候学家的杰克 有义务向全球领导人汇报这个消息 在气候大会上杰克提出 现在的人类必须采取一切行动 不然将会付出严重的代价 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川融化 这直接会导致冰河时代的到来 看似矛盾,但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 北半球的温和气候来自于北大西洋的暖流 赤道的高温度由暖流带到北部 全球气候变暖,极地融化,干扰了暖流 暖流即将会停止 温暖的气候也将会消失 虽然杰克在不遗余的解释 气候变暖带来的危害 但商级和正级的大老们还是一眼瞎利益为主 觉着杰克是在危言耸听 毕竟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冰河时代具体何时会到来 然而这场灾难正在以不可估量的速度向人们袭来 乔治海岸首先出现了温度急速下降的情况 这并没有引起检察人员的重视 紧接着全球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灾害 日本下起了冰雹 遭遇到特大飓风的侵袭 种种异常天体是大自然向人类的预警 杰克忙于工作 经常疏于对儿子山姆的照顾 儿子十分的独立 最近他还在见了学校百科知识问答比赛 有一个科学家老爸最大的优点 就是遗传一个好脑子 陪着心仪的姑娘去参加比赛 山姆在飞机上遇到了强烈颠簸 这种原本就害怕坐飞机的他更加的紧张 紧张到不由自主地抓起女孩劳拉的小手 这个无心之举 却拉近了他和劳拉之间的关系 检测站的人员发现 越来越多的浮标出现了低温现象 而且还在不停地蔓延 此时在纽约的山姆也发现 不同群生的鸟类大迁徙 不只是鸟类 就连动物园里的狼也狂叫不止 动物总是比人类更早地遇见灾难 山姆博览群属 知识竞赛没有能难到他的 可在追女孩的事情上就显得羞涩很多 明明十分喜欢劳拉 就是不告诉他 静静地看着他和高富帅单独约会 表面上不足处任何表示 劳拉看着他不为所动 于是就欣然接受了高富帅的约会 特里教授打电话将这段时间出现的异常告诉了杰克 北大西洋的浮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温度下降 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模型能够预测这种变化 洛杉矶也出现了异常的气象变化 飓风快速形成并快速前进 遭遇到袭击的地方无一幸免 洛杉矶全城处于危险当中 道路建筑都被破坏 人类在他的面前显得那么的渺小 遭遇到如此严重的灾难 这才引起了科学界的重视 杰克和飓风争分度秒 在他们不懈努力之下 终于推测出具体时间 6到8个星期之间 灾难将会袭减全球 总统先生根本不会理会杰克的测算 他认为6到8个星期简直是无济之弹 疏散居民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美国全境没有一个地方是在赤道地区的 哪个国家能够接受那么多的美国居民呢 全球更多的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寒冷情况 杰克根据数据分析 他们发现气温下降的苏格兰数据图像 类似于飓风的图像 可是飓风根本不可能在陆地上形成 连日来的暴雨使得所有的航班和车子都被迫停运 杰姆和小伙伴被困在纽约 高富帅只能亲自开车去费城接自己的弟弟 杰姆一行人准备搭他的便车 曼哈顿的水越积越多 公共图书馆成了避难所 被大水围困的杰姆他们也在图书馆落脚 不仅是飓风 海水也开始升高 很快就满延到整个纽约市 老辣嫌弃被突如袭来的海水吞噬 好在杰姆及时出现将他拉进图书馆里 海水并没有停止攻击 以迅猛之势冲进了图书馆 人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停地向高处奔跑 杰克又对暴风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风暴结束后 他们将进入新的冰川期 比之前预计的六到八个星期还要早 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多救一些人 杰姆他不顾危险地解救劳辣 成功俘获了他的欢心 现在就差一个表白了 现在可不是表白的绝佳时机 他首先就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联系到父母报平安 他们两个人找到一台老师的电话 可是夹层的水已经没过了他的妖记 水未线在不停地上涨 杰姆拼尽全力在河附近打电话 杰克嘱咐他不要往南边去 也不要到外面去 好好地待在图书馆里 接下来空气监控变得十分的寒冷 把能够烧的都用来取暖 让他记住爸爸一定会去接他的 水漫过了杰姆 整个夹层都充满了水 老拉不停地呼唤着杰姆的名字 依旧不见杰姆的身影 最后他深吸了一口气 安全地回到了上面 老拉紧紧地抱住了他 他生怕杰姆遇到杰姆不测 十分地担心 浑身湿泽的杰姆全身冰冷 老拉为他找来最够实的衣服 并且用自己的体温为他取暖 即使杰姆现在冷得要死 但他的心里依旧美滋滋 他们把所有能够找到的厚衣服 放给图书馆其他人 此时图书馆唯一一只狗突然叫了起来 发现图书馆外出现了一座游轮 这座巨轮竟然开进了纽约市 杰克救儿子急迫脚步 被总统耽搁了 他给这些高级官员上了一堂地理课 超级大风暴将会持续到7到10天 之后冰雪将会覆盖整个北半球 温度将会接近上一个冰川崎 杰克给出的最好建议就是大迁徙 南边的人尽快出散 北边的人听天有命 政府高层的人产生了不同意见 谁都担负不起放弃半个国家的人的性命责任 为了避免整个国家陷入困境 他们还是下大命令先疏散南边的人 纽约外面的天气急转之下 从先前的暴雨变成了大雪 原先的水也瞬间冻成了冰 有一些短大人已经开始尝试在冰面上行走 企图逃离这个人间地狱 图书馆里的人也开始变得焦急起来 在警察的呼吁之下 大家开始逃往外面 山姆知道出去只有死路一条 他劝大家尽量待在室内 尽可能的保暖等待着熬过这一关 没有食物 没有补给 待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没有人听山姆的 他们更愿意把希望寄托在外面的世界 山姆看着那些离开的人 什么也做不了 尽管他嘴上说着不能离开这里 外面不是希望 但是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爸爸能够来救他 杰克在会议结束之后 就整理好形状前往纽约 大规模的迁徙已经开始 大量的美国人非法越过边境线逃往了墨西哥 这全部都是为了生存下去 山姆他们开始了图书馆大求生 他们用一些书籍来点燃笔炉 又搜集到图书馆里的所有吃的 用打细算努力的活下去 外面的积雪越来越厚 对于在路上驾车行驶的杰克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困难 他们选择了徒步前行 从费城北部前往纽约 先前离开图书馆的一行人 有的已经冻死 他们是回也回不去 前进也很困难 而在图书馆的山姆他们 还能够坚持上几天 杰克他们徒步之行并不顺利 他们三个人拴在一起 穿着雪鞋 手持雪杖 小心翼翼的前行 由于冰雪的覆盖 道路状况十分的复杂 弗兰克被突然破碎的玻璃 带入商店 他们处于商店的顶端 弗兰克就这样被吊着 杰克他们拼尽全力 想要救他上来 但根本就行不通 周围全是积雪 玻璃又十分的脆弱 再这样下去 他们两个也会掉下去 就算弗兰克割掉了行李 依旧无济一事 他对于玻璃的承受力来说 太重了 玻璃还在不停的破裂 为了队友们的安全 他选择割断绳子 这也是他唯一的选择 他们都在为弗兰克的死 感到惋惜 他们心如刀割 可他们没有伤心的时间 道路漫漫 他还要继续前行 累了就只能在路边 搭起一个帐篷 煮一口热乎的食物 帐篷透着微亮的光 在风中摇摆 图住的情况不容乐观 他们不停的烧书取暖 山姆河的小伙伴 跑蹲坐巨轮上 寻找一切能够用的东西 这里有药品 还有一些补给罐头 他们盯上了厨房的食物 而从动物园逃跑的狼 也盯上了他们 鸡肠碌碌的个狼 咬伤了小伙伴 轮船处于风烟 他们必须马上回到图书馆里 温度会越来越低 以每秒10度的速度下降 山姆100米奔跑的速度 引开了个狼 带着食物和小伙伴 一起逃回到图书馆 风暴即将侵袭纽约 他们必须和风暴争分多秒 徒步前行的杰克看到 飘远的星条旗突然落下 他知道这是大风暴来临的前兆 低温度会将他们全部吞灭 有的大厦瞬间结冰 杰克他们躲进一座建筑物内 冰洞以迅猛之势前行 不仅是街上建筑物里也结起了冰 图书馆的地面墙上 也结起了厚厚的冰霜 山姆他们必须快点达到壁炉前 否则他也会像那只猛马像一样 瞬间被冻住 很有可能成为永久火化石 山姆一行人守在壁炉前 不停地往里面挣出 保持火苗生生不期 他们现在的活动范围 也只有壁炉前这么一小块了 远离壁火的地方 全部都已经结冰 杰克在另外一处屋子也升起了火 几个小时之后 暴风也过去了 杰克迫不及待再次回到风雪中 去寻找儿子 他们看到很多来不及 躲避暴风雪死寂的人 面对大自然 人类毫无还手之力 在暴雪面前显得多么的无助 夜幕降临 杰克和队友再次躲进帐篷里 躲避风雪 这样极端恶劣的天气 人类真的能够扛过去吗 人类文明是否还会保存呢 杰克坚定地认为 人类能够从上一个冰川系度过 他们就一定能够再次度过 作为一个父亲 杰克认为 山姆也一定能够度过这场灾难 他相信儿子 也会积金全力去拯救儿子 这是他承诺过的东西 风暴很快退去 冰川时代到来 北半球被白色所包裹 没有美丽 只有冰雪留下的残酷和冰冷 杰克好不容易和队友找到图书馆 此时的图书馆已经被白雪覆盖 从地面上几乎已经快要看不见 图书馆里面堆积了厚厚的雪层 杰克知道 儿子活着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 但他依旧没有放弃 他和队友进入图书馆 一个一个房间挨着寻找 不停地呼唤着儿子的名字 没有丝毫的回应 黄天不复有心人 他终于在白雪堆积的图书馆 看到一丝光亮 他不确定儿子是否在里面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大门 里面有很多活着的人 抽电光扫过每一个人 最终定格在那张首席的脸上 山姆还活着 他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杰克发出了求救讯息 总统派直升机去解救那些幸存者 这是这几个星期以来 听到最好的消息 总统在墨西哥的大使馆 发表了全国演讲 他们在这几个星期 感受到人类的渺小 在大自然面前 人类是多么的无能 以及感谢帮助他们的墨西哥人民 不只是山姆 他们发现越来越多存活下来的人们 这一瞬间 也感受到人类是多么的顽强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电影后天 我们并没有看到 以往的拯救人类于维娜个人英雄主义 看到的只是一个父亲对于儿子的爱 想方设法去解救自己的儿子 人类在灾难面前渺小无助 面对灾难 人类的团结和无私的帮助 它不是某个人的品质 而是整个人类所共有的精神 虽然现实不会像电影那样 冰川时代来临那么快 但是这种夸张的说法 不禁为我们敲锋警钟 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这场灾难和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只有保护环境 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科幻电影 然后六条我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